7217大公佈政府站無意立法規管網台 2015年6月4日港民其 大公佈信、處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梁敬國作表示 政府現階段無意立法規管網台 但網台節目外容仍受香港一般法例規管 過去五年,電影部刊辦共收到15宗有關網台節目外容的投訴 其中一宗涉及網上電台節目外容含不雅用語 有關網站以加上相關警告置居 另一宗則涉及含淫屍內容的網上電視台節目 個案已交警方更進 梁敬國昨日在立法會回答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 規管市民在互聯網發放信息存在執法困難 因為刑辦人士只要把資料上載到香港境外網站 當局便難以規管 而所謂香港網台也不一定要在本港製作 他表示,現時經互聯網廣播的規模 與傳統電視台或電台同時間可傳達至數百萬市民的規模相比 仍有一段距離 綜合各種原因 政府現階段無意落法規管 網台節目目前雖不受廣播條例和電訊條例規管 但其節目外容一如其他網上資訊受任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等條例規管 他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已與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共同制定業務守則 要求含有不雅內容的網站加上警告自據或移除有關內容 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會阻值或要求網站管理員移除任涉內容 並將個案交警方跟進